已經被頑固台獨分子三次還四次了 我上次開玩笑說 他用這種方式用太多次 邊際效應遞減 原來的光榮感 現在降低覺得沒有什麼 我們要認清楚 中國在做什麼 他明明知道他法律管不到我們 實質上管不到我們 他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把台灣分化成聽他的 跟不聽他的話 作為一個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人 你在選舉可以支持不同的政黨 但是一定要清楚知道 中國講的台獨是什麼意思 他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獨 台灣是台獨 維持現狀 永久的維持現狀是台獨 中華民國台灣也是台獨 簡單來講 任何宣稱兩千三百萬人 擁有主權的主張 都叫台獨 不管你政黨什麼顏色 不要被他分化 他台獨定義是很清楚的 而根據我們國家現在的憲法 裡面講得很清楚 我印象不到第二條還是第四條 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 全體國民 所以我們叫做國民主權 主權是國民的 不是一個政黨的 不是一個皇帝的 所以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 我們很清楚認知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不是我們的國民 我們的主權當然不是他的 所以根據憲法憲政體制 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來就是不同的政治主權 不同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不及於台灣 這是台灣超過九成以上的人的主流意見 也是客觀真實 所以當中國用什麼台獨名單 還跟你講說 沒有不是針對 你是針對這少數人 第一個我們要檢視是 台灣有少數的政治人物 去附和這個 認為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是針對所謂台獨少數人 NO 他是針對我們的國家 他是針對我們全體 您也是這個被特別受到針對 因為你是這個國台犯十大頑固台獨分子 我已經被頑固台獨分子三次來四次了 所以這個頑固台獨分子這個稱號 對你來說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意義 然後有沒有感覺到威脅 我上次開玩笑說 他用這種方式用太多次 邊際效應遞減 原來的光榮感 現在降低覺得沒有什麼 第一個我們要認清楚 中國在做什麼 他明明知道他法律管不到我們 實質上管不到我們 他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把台灣分化成聽他的跟不聽他的話 作為一個台灣人 2300萬人 你在選舉可以支持不同的政黨 但是一定要清楚知道 中國講的台獨是什麼意思 他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獨 台灣是台獨 維持現狀 永久的維持現狀是台獨 中華民國台灣也是台獨 簡單來講 任何宣稱2300萬人擁有主權的主張 都叫台獨 不管你政黨什麼顏色 不要被他分化 他台獨定義是很清楚的 而根據我們國家現在的憲法 裡面講得很清楚 我印象不知道第二條還是第四條 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全體國民 所以我們叫做國民主權 主權是國民的 不是一個政黨的 不是一個皇帝的 所以 所以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 我們很清楚認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不是我們的國民 我們的主權 當然不是他的 所以根據憲法憲政體制 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本來就是不同的政治主權 不同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不及於台灣 這是台灣超過九成以上的人的主流意見 也是客觀真實 所以當中國用什麼台獨名單 還跟你講說 沒有 不是針對你 是針對這少數人 第一個我們要檢視的是 台灣有少數的政治人物去附和這個 認為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是針對所謂台獨少數人 No 他是針對我們的國家 他是針對我們全體 第二 他在實質上 就像我個人來講 我認識的像蕭美琴 我們被列在名單上一笑置之 這就是一個武夫國家做的不文明 違反國際規範的行為 但他會用這個名單去騷擾我們身邊周邊的人 我們周邊的人去中國旅遊 經商會不會被影響 事實上是發生的 他們去騷擾他們 台灣在選舉的時候 所有的政治獻金都必須透明誠實地申報 所以會有名單 他會去騷擾他 所以中國最近 從去年開始不管是國安法 反間諜法 反間諜法 或者所謂的二十二條 或者是他們的國家機密保障法等等 都可以隨意地沒收你手機 你的電腦 進行搜索先壓再說 我知道具體的案例是一個 宗教的信仰者 帶了素食的食本 Vegetarian的食譜 他被逮捕壓到現在 他認為他在發展組織 可是對他來講我在推廣素食 所以為邦不入 中國這個風險 不是只基於他寫在名單上的那些人 是基於一個 你享受的自由民主生活的人 不管你是美國人 澳洲人 日本人 或台灣人 你都有同樣的風險 哪怕中國跟你講 風險只有3%的人 那3%的風險就是每個人都會遇到 中國目前在習近平的主張狀態下 不是一個安全旅遊 適合投資的地方 而中國這樣做 看起來是要恫嚇我們 但實質我認為 受害的是中國整體 最起碼他的投資環境影響很大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大國 它可以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敵人 我們是你的鄰居 那在中國很多俗語 遠親不如近鄰 當中國霸道的想要把周邊國家去霸凌人家 去阻止人家參與國際社會 想要把別人家變成自己家 就如同你有一個好鄰居 突然間有一天他要搶你的田 搶你的房 搶你的妻子兒女 沒有一個人會願意接受這樣的事情 可是這不是中國人做的 這是中共政權在做的事情 那中國因為資訊 是屬於政黨在控制下 所以我們可以體會 中國人有些認知 是來自於控制下的資訊 我們可以理解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的民眾 你們有了不起的文化 你們有勤奮的人民 只要你們願意讓你們的國家改變 你們會成為一個世界上了不起的國家 但是當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 控制的資訊 控制的他們自己的人民 對周邊的國家 從韓國 日本 台灣 菲律賓 澳洲 越南 一直到印度 大家可以看得到國際新聞 在進行所謂的軍事霸凌擴張的時候 受害的也許不是共產黨 反而是中國人民 所以我們希望讓中國人民 瞭解這件事情 我們是鄰居 我們不是你的敵人 你們也不是我們的敵人 真正的敵人 來自於霸凌的侵略者 我們這次台灣籌組了 這一個官選團 事實上民主黨 共和黨 我們都會做同樣的動作 對台灣來講 不管哪個政黨 第一個選舉是美國內政 第二個都是我們重要珍惜的好朋友 那這一次我擔任團長 那同行的五位國民黨籍 五位民進黨籍 加上一位民眾黨籍 我們事前就有溝通 我們在國內不管政黨 如何的不同跟競爭 但是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對外關係 我們對美大家態度要一致 那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們這個訪團展現的 就是台灣的集體的意志 這是很好的現象 我們中間還抽了一段好段時間 去參加美國民主黨眾議院 Jeffrey這個少數黨領袖舉辦的 我看就是Party 那叫接待會 那裡面有DJ啦 有饒舌歌手啦 來自Chicago的Southside 他們來到這邊來 那見了相當多重要的人 坦白講 我還跟裴洛西聊了一下 跟他談了什麼 當事人沒有授權 我不揭露 但是我表達的是台灣對他的感謝 他長期堅定的支持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 是台灣堅定的盟友 那裴洛西也是美國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當過國會議長 他以國會議長的身份來到台灣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義 而且很重要的大事情 那當然Jeffrey我們也見到面 還有其他包含美國 所謂黑人組織的領導領袖等等 作為官選團 我們是以好朋友家 在辦喜事的心情 來吃辦得 來參加喜宴的心情 我們關選 關心 但是不介入 所以so far 見了相當多值得見的人 我邀請了幾位 誠摯地邀請他們 因為我本身除了是這個訪問團的團長 那我也是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的co-chair 我是聯誼會的主席 那另外我又是外交國防委員會的chair 所以我用這樣的身份 邀請這些在美國的好朋友 不管是國會議員 智庫或者像佩洛西這麼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希望他能夠找到機會 再來台灣一趟 那我們也誠摯地透過邀請 表達台灣對他們支持台灣的 和平 穩定 安全 民主 這樣子的感謝 我們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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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團